眼前这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男人名叫老何 今年已经60岁的他似乎心里有着别样的委屈 几年前老何的妻子趁着他熟睡的功夫跑出家门 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从不做家务的他开始了独居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 前不久他的身体突发恶极 浑身无力连走路都费劲 经诊断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可手术费是一笔巨额开支 没钱的他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可没曾想原本一直疼爱有家的女儿 现在居然不认他了 甚至对外放出狠话 即便是蹲监狱也不会再管他 如今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的老何 只能无奈求助调解员 希望能让女儿回心转意 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 可当调解员找到小女儿时 对方的话语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对于父亲他只有一个感受 那就是恐惧 其中还包含了深深的怒意 老何并没有自己所言的那么和善 在女儿的印象里 他好吃懒做嗜酒如命 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工作过 全是靠着母亲一人在外打拼 对外无能的老何却是窝里横 动不动就对妻子拳打脚踢 甚至还动刀威胁 老何残暴的一面成了女儿毕生的阴影 不过这些只是老何小女儿的一面之词 为了验证对方话语的真实性 调解员随后找到了老何的大女儿 而在对方的描述中 老何的形象变得越发的猙獰与恶劣 虐待妻女三十年 如今身患重病 希望对方为自己养老 女儿表示 我宁愿坐牢 在大女儿的印象里 父亲是一个无法被提及的词汇 酗酒家暴不过是他在家 最平常不过的表现了 而他做出如此恶性的原因 除了本身性格的缺陷外 最重要的是 老何重男轻女的思想极为严重 由于老何的妻子生的是两个女儿 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没给女儿好脸色看 脾气上来时 连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打 老何每次去殴打妻子的时候 两个女儿都想上前阻拦 可由于恐惧 只能捂住耳朵躲起来 生怕自己的哭声会引得老何的注意 他打我妈最严重的时候就打 给我妈打的眼睛都疯猴了 在这我妈说好 这么处一溜一溜 打我妈 由于老何从不工作 他的妻子扛起了整个家庭 但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让老何在女儿心里 就是个吸血的恶魔 完全没有把他当成父亲来看待 他打过你们吗 打过呀 假如说明天结婚了 就来接亲来了 头一天他跟我姐打了 就因为我姐给他买的衣服买的不对 他把我姐结婚那些东西全给砸了 我姐生孩子上医院去做的 打我妈 不要我妈伺候我姐 然后我生孩子也是 就是不要我妈伺候我妈 然后上去做的 半夜打车去揍我妈的 我妈打的下就都不行了 然后呢 我妈就走了 走了他上医院去做我大姐的了 所以我大姐家还说一次 有没有这样的父亲 我想问一下 记者真的我跟你说这些 我都属实 如果说我不属实的话 我那孩子出面都给扯创股 真的 之前老何大女儿坐月子 处于关心 他的妻子便进城照顾 但是这个举动让老何怒火中烧 他直接打车来到女儿家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其中打个半死 随后被人送往了医院 即便这样他还是感觉不解气 不仅连带着把大女儿打了一顿 还扬言要摔死刚出生的宝宝 这种恶毒的行径 如同披着人皮的野兽一般 随着两个女儿慢慢成家 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 但是他们的母亲 依旧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带母亲脱离苦海 几年前的深夜 他们趁着老何睡熟 将母亲偷偷带走 送到老何不知道的地方生活 如今老何重病缠身 想要两个女儿尽孝 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事笑谈 老何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只能说活该 更不用说去赡养老何了 即便是去坐牢 他们也不愿意帮老何 虐待妻女30年 用刀逼迫暴力毒打 如今年老患病 却要求两个女儿给他养老 对此女儿表示自己宁愿坐大牢 因为身患重病 加上身无分文 众叛亲离的老何 为了给自己谋个生路 于是便蒙骗调解员 说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 言语中全是女儿们的不孝 可假的真不了 如今真实面目被揭穿后 他放下伪装 当着调解员的面大言不惭地表示 如果女儿心有不满 可以去法院告自己 但是给父母养老 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 事情一马归一马 起码养老这件事女儿逃不了 而对于虐待一事 老何表示自己确实打过妻子 但是动手很有分寸 从未下过死守 至于女儿 在老何看来 不听话那就是要打的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长记性 他的妻子就是因为打得少 才会选择离家出走 看到老何这副油盐不尽 毫无悔恨之心的模样 连一旁的调解员 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但是老何对于调解员的劝告 一句也听不下去 还是那副不以为然的态度 气愤之下 调解员决定不再理会老何的诉求 任由他自生自灭 如今老何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完全是旧油自取 怨不得别人 直到现在老何还是没有从自身找问题 也没有想过他的举动带给妻女的 是长达三十年的噩梦 调解员离开了 两个女儿也很直白地表示 自己宁愿坐牢也不会照顾老何 想法落空后的老何 似乎预见到了之后凄凉的生活 当即痛哭了出来 直言自己已经悔悟 希望女儿们能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这样的悔悟又有几分真实性呢 鳄鱼流下眼泪 不过是为了吃掉眼前的猎物罢了 善恶到头中有报 现在就到了老何为自己当年种下的恶果买单的时候了